欢迎收听俞阳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载之天下》,请听第362集。 《载道高手》,但是碰上周南,却难有圣迹。不过王乙除了输给周南以外,在家中却是坐二望一。在周南和王乙的熏陶下,严肃兴和韩云娘在围棋象棋上的记忆大涨。 韩刚闲暇时也跟妻妾下过几次,事先说好不许留守,然后就是连败,不论围棋象棋都是没怎么赢过。 新规则一来,王乙便连输两盘,换了肃心替胃,韩刚更是轻而易举地开盘二十几步就剩了。 回头看看云娘,韩云娘摇摇头,她可下不赢。 韩刚再得意地看了一眼家里的大国手,周南则抿嘴一笑,迎迎而起,接替了肃心。 哟,很有信心嘛,今次可是要在棋盘上杀个落花流水啊。 韩刚说得自信,只是开局的十几步一过,她的形势便急转直下, 拘着手势,再走了三十多步,一只马天外飞来,竟然再有一步就会被僵死。 韩刚鸣思苦想,但始终想不出渡过难关的一招。 抬眼看着周南,一双玉手正轻轻地敲着棋子儿, 天香果色的玉蓉上满是成竹在胸的悠然。 正是窘迫的时候,门外突然来了救兵,说有人来求见。 韩刚如释重负,长身而起。 戴维夫去去就来。 随着他的离开,房中便是一阵清脆的笑声传了出来。 片刻之后,韩刚笑着回来了,不再是只有家人们才能看到的不带任何心机的笑容, 而满是官场中的深沉。 官人,王已声音轻轻。 一份重礼,韩刚意味深长地笑着,就快要准备好了。 郭忠孝放下了手中的银杯,刚刚咽下的酒浆还在喉咙里烧着, 几位同伴又拿着酒壶给他的杯中买上。 李志兄,多喝一点,到了太原可就难找了。 郭忠孝受了皇命,要去做太原之府,只是他在京中移坐一个多月,直到正月月底了,方才开始准备动身。 东京富丽繁华又能亲近天子,许多官员都不愿出外任职, 即便调任外职,也会拖着出外的时间。 拖的时间长了,三五个月的都有。 这样的现象尤其以众臣们为多。 郭奎打算等着正月过后再上路, 他在外镇守四方多年,流经一两个月, 天子都不好意思催着他这位众臣, 最多也就一两个月时说一些闲话而已。 郭奎哪里会在乎呢? 拿着黄河河滨正在解冻为借口, 硬是坐在东京城中不动。 也就是十进二月, 郭奎晋级自动, 无意在京中多留, 也不管黄河还有没有完全解冻, 就要离京北上。 今天高阳正殿中的宴席, 就是为了给郭忠孝践行而设。 郭忠孝虽然是将门之后, 却是败在二城的门下, 结交的友人也都是文臣家的子弟, 而非是将门的崖内。 不过宴席上的话题的主角, 却不是郭忠孝, 除了倒酒敬酒, 竟是在说着宣德门上, 拿了板甲出来, 让仔俘们面目无光的寒纲。 一个人放下了酒杯, 带着几分醉意。 韩刚明知道铁船造不出来, 只是玩个噱头而已, 其实早就是在准备打造板甲了, 什么日见日新, 骗鬼的。 那又怎么样, 二府诸公不都上了当, 朝政谁没有给他晃了? 何六啊, 你难道没有上当? 也就韩刚一个人在肚子里暗笑着。 另一位双眼突出, 看人都是半眯着, 近视得很厉害, 但他的声音够大。 福利追缘说的似乎有那么几分道理, 经理经外都以为韩刚造铁船来作为证明, 谁想到铁船造不出来, 但板甲却出来了。 陈定夫说的没错, 韩刚为人搅讳无比, 恐怕正是堂中两香两餐, 哪个都没有想到, 他侦探军器间这个位置, 最后是为了这个结果。 三十多岁, 有些富泰的中年人, 失声笑道。 陈定夫眼睛几乎眯成了一条缝, 要是知道韩刚是为了造板甲才去了军区间, 吕慧卿会给他立功的机会? 就是因为以为韩刚是要造铁船, 所以才放下了心来, 准备看笑话呢。 上当的不止吕慧卿一个, 正是堂中其实还有一个上了当的, 最后偷鸡不成十把米。 富泰中年, 身子往前凑了一凑, 声音也压低了一点。 你们知道在上渊节上, 将登船拿出来的究竟是谁啊? 郭忠孝终于开了口, 疑惑地问道, 难道不是韩刚主持的? 当然不是。 富泰中年一口否定, 先是军区间的旧登山在年节是坏了, 那个时候韩刚还没有正式去军区间上任, 主持赶制新登山的也不是他, 而是军器兼成白章。 等到登船打造好的时候, 都已经是正月二十三了, 韩刚和曾孝宽也就是这个时候方才看到, 如果韩刚没有后手, 他即便毁了登船, 重头再改造, 也是来不及的。 到了时候, 造不出铁船, 韩刚哪还有面目留在京城啊? 天子也不会饶他。 这算计的好事很好, 可谁能想到, 这却正落入韩刚的下怀啊。 郭忠孝狐疑着说, 宾志兄, 不是不信你, 总觉得这事儿吧, 未免有些太牵强了。 婊子宾志的福泰中年, 显然在官场上耳聪慕名, 冷笑着说, 叛军器兼程白章, 已经要调任岭南监工努院了。 你说是真是假, 还有一个令使也一同去了岭南, 他们两个就是管着造军器兼登山的, 他们的调职是韩刚的推荐。 建章上说呀, 二人打造登山得利, 举荐他们去了岭南任职。 席上一片沉默, 好半天才有人开口。 哇, 好狠啊。 那中书怎么会答应呢? 郭忠孝更为不解。 宾志笑道, 李芝你难道还不明白, 就是中书四人中的一位下的手, 韩刚只是在报复而已。 这件事儿啊, 韩刚不怕闹出去, 争到天子面前, 倒霉的也绝对不会是他。 所以啊, 中书才匆匆忙忙的准备了这份建书, 要不是宰府之威, 岂能压得住白杖二人接受这份任命啊。 那此人到底是谁啊? 方才还带着罪意的河六, 这时候也清醒了。 谁批复的, 谁就是登船仪式中的幕后人物。 宾志冷笑着, 你以为正是堂中的四位宰府之间有多么和睦吗? 会为对方遮掩? 韩刚是看准了时机递上去的。 又是一阵沉默降临厢房之中, 在座的都是官宦家的子弟, 政坛上的勾心斗角也都看得多了, 听得多了。 但小小的叛军器间与宰府之间互相较量, 非但不落下风, 反而让人自食苦果, 不得不学着西义断尾, 这手段未免太过惊人。 说那么多做什么? 列座的五人中, 唯一一位没有说话的拍起了桌子, 韩刚是奸话没有错, 但他的眼界未免也太小了一点了, 拿着格物置之当幌子, 但铁船说出来却做不到, 要拖个十几二十年甚至几十年。 这一下, 韩刚本人是春风得意, 但你们再去看看, 还有谁去信张亨曲的官学呀? 这话尤公修说得对, 韩刚的确是只看顾着自己。 何六点着头, 将格物置之变成了踏脚石, 说不定张再会气得不认他这个弟子。 尤公修冷笑声中带着不屑, 人之所以为奸便是如此, 无物不可利用, 却不知正心诚意四个字, 是跟格物置之写在一起的。 韩刚少年成名, 又是做了宰相家的女婿, 嫉妒者本就为数众多, 现在找到了错处, 哪还会有好话对付呢? 但对韩刚的攻击, 郭忠孝却没有参与进去。 当日他随父亲郭奎, 在大相国寺看见韩刚时, 韩刚正逛着一家家货摊, 还买了一套孔明灯, 问他做什么, 他却是说在买船。 怎么想都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韩刚的话似乎藏着深意, 让郭忠孝隐隐地觉得答案就在这里, 但偏偏就像隔了一层窗户纸, 模模糊糊地没有办法直接触摸到真相。 想着想着, 郭忠孝的眉头就不禁拧了起来。 李芝,怎么了? 宾芝问道, 哦,没有。 郭忠孝惊醒过来摇摇头, 没有什么。 但旁边的河六一拍桌子, 哦, 是我们错了, 今天是要给李芝兄践行, 提韩刚那个厌恶作甚。 宾芝这位富泰中年, 立刻做了恍然大悟状, 连忙倒了一杯酒, 敬向郭忠孝。 李芝勿怪, 于兄在这里赔不是了。 忽然下面大街上一片骚动声传了上来, 隔壁的包厢中接二连三地响起了推开窗户的声音。 游公修站起来, 将紧闭的窗扇打开一条缝, 寒风顿时从缝中刮了进来, 而更为响亮的喧哗声也一起进来了。 顶着寒风向外看去, 只见下面黑压压的一片人都仰着头向天上看着。 游公修拉开了窗户探出头, 就看见隔壁包厢同样也在向天上望着, 他顺着大众的视线望过去, 顿时就是一声惊呼。 哎, 出什么事了? 几个人站起身一起涌过来在窗户边上站定。 哟, 怎么这么多人? 何六浮在窗户台上, 见着下面黑压压的一群人先是惊讶了一下, 然后抬眼上望, 便与郭忠孝, 宾芝, 还有陈定夫, 齐齐的瞪大了眼睛。 哎哟, 那是什么东西啊? 离着高阳正殿, 差不多有五六十步的地方, 有一个盘子那么大的异物, 悬在二十多丈的空中, 上缘下间, 不知道从哪里来, 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 陈定夫瞇着眼睛, 只看着空中有个黑曲曲的东西漂浮着, 就是看不清细节, 但他有办法从怀里掏出来个银圈雕花的水晶镜来, 扣在右眼上, 无论是放大镜还是眼镜, 如今都已经传到了民间, 不过能配得起这两样东西的, 也只有富贵人家, 这一下子看得也稍微清楚了一点。 那个异物是个鼓鼓囊囊的球, 下面垂下来十几条绳索, 吊着个似乎是篮子一样的东西, 从距离和下方的屋舍来判断, 飞在空中的那一颗球, 至少跟房子一般大小。 如此巨大的异物悬在空中, 多半大半座京城都给惊动了。 盯了半天, 也没有人能分辨出那是个什么东西, 飞鸟飞虫更不是云翼, 也不见有多大的风, 能将如此巨雾卷上天空。 忽而一阵风刮起, 天上的那颗球向西飘了过去, 街上的围观者大呼小叫的蜂拥而去, 紧追着不放, 门外亦是一阵脚步声, 砰砰砰的从厢房外的走道上跑过去, 转眼就看到一群人跑出门外。 那跟着去看看吧。 何六回头说着, 也不等搭话, 推开门就在门外守候的半挡疑惑的眼神中, 砰砰砰的也冲下了楼去, 其余几个人也紧随其后。 看着空空如也的包厢, 郭忠孝叹了一口气, 举步出门, 吩咐了半挡为自己的践行宴会抄, 也一起跟着下了楼。 不知是不是直觉, 郭忠孝觉得方才看到的那一个异物, 肯定跟着韩刚, 有着脱不开的干系。 上元节已经过去了半个月, 二月就在眼前, 可天气还是一般的冷。 守着东京城正西门, 新正门的狄贤并不是多勤力的监门官, 若依着他过去的脾气, 多半在城上城下绕上一圈, 就回温暖的房中去烤火了。 只是狄贤现在站在城头上, 迎着风手持长弓, 而他身边站了一对守门士族, 手上都拿着弓奴, 严阵以待。 在风中站得久了, 身子都冻得僵硬, 但狄贤的两只眼, 犹如鹰笋一样, 盯着前方飘在半空中的 那个上顶圆球的异物。 也就在一刻钟之前, 那个异物随着一阵疾风从西面飘来, 摇摇荡荡越过了新正门的城墙。 狄贤听了手下人急报上城时, 义务已经深入了城中, 让他不得不立刻遣人去通报开封府。 不过此事若是仅止于此, 倒也罢了, 怪罪怪不到他的头上, 偏偏后面跟了不知多少看热闹的闲人, 都闹着要进城去追着看个究竟。 狄贤费尽了气力, 才将城门外的秩序给整顿好, 没想到那东西又回来了, 这下城边骚动又起, 连城中都涌出了一群人流, 甚至比起上元节时都不差多少。 但这一次返回, 异物下面的球已经微微扁了下来, 没有一开始那么圆, 而高度也降低了不少, 也已经能看清楚掉在圆球下面的, 是个城雾的大篮筐。 不论到底是什么东西, 狄贤都不能任其来去, 张弓搭建就准备对着圆球射过去, 可突然迎面的来风, 一下子猛烈了起来, 异物飞速接近, 眼看着就要正面撞上, 顿时下的城上一片混乱, 狄贤也给一个中心的部下给扑倒, 然后就眼睁睁的, 看着异物滴滴的擦着城墙顶上的质垛滑了出去。 高度不断的下降, 竟然就在横跨护城河的石桥上落了下来。 原本拥挤在桥上的围观者在惊恐之中纷纷退让, 拼命的散了开来, 有几个人来不及躲开的, 甚至直接跳下了护城河。 信号如今河水浅薄, 而冰层也不厚, 落水后扑腾了两下, 就湿淋淋地站了起来, 紧紧淹到胸口。 上千人围在桥头两端, 一时都不敢上千一步, 几千只眼睛都望着石桥中央, 已经扁了下来, 盖住了整幅桥面的异物。 狄贤急步下沉, 很欣慰地看到他的部下, 不及自觉地挡在了城门内外拥挤的人群, 还拼命地挤上了石桥两端, 然后守在了那里。 狄贤穿过人群走近了, 终于发现那个圆球, 不过是一个下端开口的气囊, 就跟着如今处居中踢出的气球差不多, 但下面吊着的篮子里面, 到底是什么谁也说不清。 尤其是在气囊的覆盖之下, 浮屠出来的篮子正在不住地晃动, 还有一阵阵怪声从中间传出来, 更是让人心生畏惧。 新正门的尖门官也是心头发毛, 眼睛一转就看到方才将自己扑倒在地的中心部下。 张九四, 你上去看看。 啊? 一片忠心, 换来了打前锋的资格, 张九四满腔不怨地, 在邓其眼的狄贤的逼迫之下, 小心翼翼地凑进了桥上的气囊。 他几次想回头, 却又在狄贤恶狠狠的邓氏中, 不得不哭丧着脸, 往前挪着。 城内城外, 一时静了下来, 人人摒弃牺牲, 几千双眼睛皆在看着张九四的行动。 新正门的守兵也都拿起了弓弩, 只带蹦出个怪物来就立刻动手。 飘在天上时, 看着是个篮子。 张九四走到近前, 掀开盖在上面的绸缎, 也的确是个篮子。 长着腰刀, 趴在篮子边上, 低头向着里边偷眼望进去。 张九四原本为了妖魔鬼怪而做的心理准备, 却一下子都唠了空, 如坠梦里地转回身, 伸一脚浅一脚地走了回来。 到底是什么? 狄贤立刻问道, 呃,猪,猪,猪。 张九四恍恍恍惚乎地舌头打了半天的结, 最后蹦出一句话来。 猪,猪该走南巨门呢? 啪的一声脆响, 敌贤反手就是一个嘴巴, 将说胡话的手下打醒, 他大步走到篮子边, 低头一看, 的确就是一口浑身长毛的黑猪, 被绳子捆得结结实实的生猪哼哼唧唧的, 一个劲儿地挣扎, 撞得篮筐都在不停地抖着。 刚才您听到的是, 于扬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载之天下》第362集,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载之天下》第363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